只要持续努力不放弃 人生不管什么时候转弯 改换什么跑道 都可以科普不被打倒 这位餐馆老板 也曾在最风光时刻 遭遇人生大挫败 展店太快接连倒闭 欠下具有债务 还好有妈妈相伴 鼓励她开小面店重新开始 起初她放不下身段 后来为了妈妈而改变 因为国中叛逆期 就曾伤透妈妈的心 打架偷窃样样来 妈妈大意灭亲 送儿子去少年队 花费大把心思 才将儿子拉回正柜 没想到第一次创业 又跌入人生谷底 但不想让妈妈再担心 她努力地经营小面店 撑过低潮期 在扩大经营餐馆 卖卷存菜 她说这些料理再不足 就要消失了 开间间餐厅呢 就是为了保存眷村文化 但妈妈永不放弃地陪伴 不仅是帮助儿子再创业 也找回最真挚的母子气 没到了中午用餐时间 店里就涌入吃饭人潮 老板陈安达负责在前厂煮面 陈妈妈则是在外场 招呼客人 可说忙的不可开交 三两下的功夫 热锅里的炒饭粒粒分明 经营剔透 并放入怀旧的便当盒中 这道称之为客难饭的眷村菜肴 快速端上饭桌 马上吸引涛客尝鲜 眷村有这种特有的语言叫黑话 因为以前是不想让别人听得懂讲什么 然后会像暗号一样 像客难饭就是被围殴的意思 老板的时候以前不想让人家知道他们的讲什么 所以会产生一些这种叫眷村黑话这样 不仅菜肴蕴含生意 餐厅氛围也别具巧思 坐在铺上塑胶秤电的方桌 看着当年的旧电视 缝纫机与老话报等等 随性的气氛就像在家吃饭一样 让这里的眷村菜更多了些滋味 有些菜我想取一些比较特别的名字 就是让像客难饭有些外申的长辈 这客难饭就是想他们以前的回忆这样 我觉得就是希望店给人家有一种 像时光倒流 然后很有人心就是那种家的感觉 陈安达与母亲共同努力经营的眷村菜馆 从小菜的烹调上就得费尽心思 看似简单的一道辣椒香肉 处理起来却非常费功 第一道去子不仅要手巧 还得很有耐心 难度颇高 这挖这个要很小心 不然的话你把那个口弄破了 就卖相就不好看 所以客人不知道这个完全是功夫菜 一条两口就吃完了 可是我们费很多功夫 挖那个纸就要挖很久 去了羊角角内的纸后 再将肉馅塞入 这又是一次耐心大考验 肉馅配料也有巧思 除了胡椒粉提味 还加了羊地瓜 母子俩通力合作的小菜 尽管儿子总是跟不上老妈的速度 却是沟通上最契合的时刻 我比较没耐心 他也不是没耐心 手比较笨 你把它塞满一点 不然一炸就缩了 他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耐心 出手笨脚 因为他性质比较积 那慢慢地就现在已经可以了 塞满肉末的绞胶放入油锅 两人亲力亲为的菜肴 让妈妈感到欣慰 尤其儿子开店做生意 脱胎换骨 回想起年少那时的荒唐岁月 现在想来可说让妈妈伤透了心 敲家 然后敲家 然后敲客 一般探尼喜会做的事 应该都做了 小时候去偷摩摩车 家里也不缺钱 就是好玩 就好死不死 偷到警察的车 到我们的管局会车 后来我妈就来 就来的时候 那是还十五岁吧 十五六岁 对啊 就是 就是不是天涼地后这样 炸好的辣椒香肉 至此还没有完成 得冷却后 再滷制一天的时间 才是色香味俱全的小菜 当时陈妈妈对叛逆的儿子束手无策 最后忍痛只有送入警局管教 他在读高中 不是读初中的时候就交了坏朋友 交了坏朋友就 俏家 俏壳 偷钱 你知不知道我这个妈妈真的是 我那开幼女人非常忙 我大意灭亲 我把她送到少年队 然而当时的陈安达 仍然没有真正改好 个性冲动又容易暴怒 妈妈透过写信 苦口婆心与儿子沟通 把犹如站在悬崖边上的陈安达 一步步拉回人生正轨 两个人一对面 面对面好像就不能共通 就像鸡同鸭在讲 那我就换一个方式用写信的 就会写 把我心里要讲的话 写的几张子 放在他的桌上 他晚上下班回来就会看 一边上学 一边打工的陈安达 16岁后开始对烹饪产生兴趣 最爱烹调的 则是妈妈最拿手的酥脆炒饼 外面都买一种煎葱饼 买一买 吃不完 吃不完 他们就觉得比较浪费 隔天冰起来 隔天就炒一些蔬菜跟鸡蛋 那炒一炒又给你倒菜 经济实惠又美味的眷村炒饼 勾起陈安达对烹调的热忱 开始跟着老师傅学手艺 在短短的几年间 不但开了餐厅 快速扩电 然而极静想冲的结果 让他一夕之间又跌入了谷底 照免得志 就觉得钱很容易赚 然后就觉得赚也蛮容易的 就是很容易就可以成功 然后很快的就是 因为拓展太快 以下就啪 然后就 我们家里房子都买房子 连房子都没了 然后还负债这样 甜美的果实 昙花一现 面临这样的打击 陈安达消沉了一年多 然而唯一给他勉力打气的 还是每天跟在身旁的妈妈 最后决定放手一搏 东山再起 做那一阵子景性很不好 那就工作找不到好的 后来我就跟他讲 不如趁妈妈那时候还年轻 我说我还坐得动 我说你去找一个小的面店 小的店面我们两个来做 尽管当初不是学竹面起家 不过陈安达拿出决心 到处打听跟着练习 期望这次的重新出发 别再让老妈难过伤心 不过来就想 就是想通 就是好像 不能这样下去 我才三井 虽然我妈那么辛苦 我如果这样子 我还这样子 继续这样子沉沦 就是很 对不起妈妈这样 就是觉得妈妈很伟大这样 不能一直这样子荒废着 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 两人达成共事后 陈妈妈也把以前的手艺绝活 统统展现 就连传家宝 萝卜皮烟台 也不惜拿来入菜 陈就这里的人气料理 老坛肉丝 全靠陈妈妈这坛 腌萝卜的功夫 萝卜不仅要连皮切下 发酵之后还得新旧替换 可能一个不小心 整缸就全工尽器 那每一次你把那个里面 旧的捞出来以后 放新的进去的时候 就要加酒 加糖 加盐 不然的话味道就不会酸 这种一定要酸才好吃 我们全店都管碰 因为一用我妈就开始 大妈就说 告诉过你们那个手分用油 可是那时候可能就手真的 没光干净 然后就是削萝卜皮的时候 有沾到油 它不能有一点点的油 一点点油它就 它就整个就会发霉 发酵好的萝卜皮切成细丝 放入炒锅与肉丝盒为一 规别过去的叛逆与失忆 相依为命的母子俩 从临出发 并慢慢做出了好成绩 我妈说 中午可以做到两个地方 我们两个就很开心 就觉得 这样的东西好像不错 我就会很有成就感 那时候我觉得比较好 高兴几点开门就几点开门 高兴几点收就收 你反正觉得这个够开支了 这个钱我们就回家 卖出了好口碑 陈安达人没有忘记 回到台北再出发的梦想 不但把租来的店面重新布置 菜单也逐一增加 就连大年夜也没有休息 推出怀旧年菜系列 鱼头红烧狮子头 就是经典卷村菜 就先把它抓 然后再修 我妈就是坚持比较 就是豆腐少一点 然后肉会多一点 慢慢把肉末定型 接着一边摔打 一边放入预热好的油锅 而考验厨艺的真功夫 这回才正式开始 一看油温到底有大的度的话 然后就会把它火关小 因为它要让它炸熟 不然它很容易黑 等狮子头成型捞出之后 另一边烧到200度的热油 把切制好的鱼头放入油炸 配上高汤青菜等配料 花费好多时间制作的 鱼头狮子头火盆热腾腾出炉 这也是陈安达自己烹调出 最满意的一道料理 面临困境还好有母亲的陪伴 绝处逢生撑起事业一片天 陈妈妈只希望儿子能好好守城 坚持初衷不忘初心 我就跟我儿子讲 我说今年妈妈已经74岁了 我还能陪你多久 我希望老天再给我十年 我只要你把债务都还掉 把这个店稳稳地做 你能顾好你自己 我就可以安心地走 蕴藏在这里的美道料理 不只有怀旧的美味 更有着属于陈安达 与妈妈的人生滋味 开餐厅后历经得风风雨雨 母子俩都能迎刃而解 要让眷村小吃变得滋味不凡 请不吝点打扫 就说